还是回到567这个话题来吧 011这个青花云龙文的一个碗开始 打开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说对不对 还有郑德的一个纪年 上面还有一个研台 这东西对不对 这东西它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房品 这种房品其实在地摊经常也出现 在一些普通的市场里 都会流出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文房器 所以其实本身这种东西是非常高级的 再加上若有郑德的这种纪年 如果真的这种东西有的话 也是非常珍贵的 但这种东西其实很明显是一个不对的 至于你要问为什么呢 我就告诉你这和技术没有关系 这又是一个市场的论知问题 因为我建议过太多这种同类的 还有很多版本 我不妨跟你们说说这种东西 它就是你了解一个市场的真相 不只是看到这一个 而是能够把多个有问题的串在一起 统一来理解这个事情 然后你的结论就呼之欲出了 其实当你看第一个的时候 你也许未必就知道它真实的情况 但你看到第二第三个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有问题你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这种东西我见过那种画坟彩的 小明的 甚至还有拿那个钢 一个那种钢 来做这种形状的一个 验台 其实磁验是非常少的 出现的概率是很少的 像这种特殊的磁验就更少 基本都是防匹 所以给你们要说一下 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 因为它这里有一千多元东西 马上我们去北京现场给你们 直播和讲解 发视频 实物来说的 我们先提前在图片里面过一点 哪些是开门的 哪些有点问题的 哪些是基本上就看得出来是不对的 大家藏品需出售或鉴定 评论区发图